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来到股仓 一个分享投资知识成长的地方 今天来到了金融股的系列 那不知不觉快到年底了 今年以来金融股大翻身 虽然周五有新的变种病毒的消息传出来 全球市场是一片惨绿 不过相对最多人在存的015 056 今年涨幅大概15%左右 金融股的指数是上涨了36% 不再只是扮演后卫防守的股票 反而是今年进攻的主力 那在现在蔓延升息与通膨的环境下 长期来说金融股仍然是处于利多的环境 金融股也是一直以来 非常多人喜欢存的标的 长期仍带来稳定的配息以及报酬率 那在第一期的环境下还能赚钱 未来的升息循环会有更多的空间 那金融股的种类很多 主要就分为银行证券保险三大板块 有单纯只有单一领域的 也有像混合型的金控类股 像是什么叉叉金的就是属于金控的类股 那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 这三类金融股表现也是大不同 这一期我们来完整的介绍一下金融股 如果你是刚进入股市的新手 金融股是一定要认识一下的 占了不少台股的全职 那如果你是本来就有在存金融股的朋友 这个影片也希望能帮助你更好的掌握每个市集 应该把钱放在哪个族群更多一些 了解各类的金融股的风险是怎么判断 这期是花了很多时间把许多的资讯汇整在一起 缩减到最后10分钟的金融股精华版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 这是一个自律分享投资以财知识的频道 每期短暂10分钟的影片 深入分析产业及各国资讯 等去你长时间阅读财报的时间 截取最终的资讯整理给你 如果你也关注这些内容 那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这些资讯啰 如果影片内容对你有帮助 那也帮忙点个赞支持 这会让这个频道能继续带给你更多的内容 那开始进入主题吧 我们逐一分别来看看金融股这三大领域 几次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股票 以及分别要怎样来检视获利的关键 一般来说市场上比较主流热门的金融股 大多都是属于大型的金融集团 而且股本都是迫切亦非常大 基本上金融同时都包含了保险、银行、证券三大板块 但是依照业务的比例 还是会分别有自己的主要领域 像是保险类的金融股的代表 就是保险双雄的国泰金与富邦金 像国泰金就有80%左右的获利 来源是来自于国泰人寿 而富邦金也是有73%来自于富邦人寿 所以说国泰金与富邦金的获利 基本上是被保险的获利直接左右了 那开发金因为病了中寿之后 受险部门也是成为金控获利最大的部分 所以也归类在保险类的金融股 不过开发金受险部门没有超过金控的一半 因为开发金还包含台湾第二大市占的凯基胜券 以及开发金最早的本业中华开发 这是业务比较平均分散的金控类股 那保险类的金融股赚钱的模式就是靠着收取保险人的保费 将这些活水的现金投到市场中去赚取超额的报酬 赚取中间的价差 那保险业这个生意模式就是巴菲特非常喜欢投资的对象 保险业可以先与顾客收取大量的保险金 承诺未来发生某个事件时给予保险保障 在这段期间保险业者手中就有一大笔的付纯金 靠着这笔可以说是免费的资金去做投资 用钱去赚钱 巴菲特的成功有很大的原因 也是跟早期投资了很好的保险业有关 简单的了解这个赚钱的模式后 就可以知道观察保险业的关键 第一个就是保费的收入 也就是好的保险公司就要创造出更多的付纯金出来 才能拿这些钱去做投资赚钱 所以观察保险业初年度保费的金额就很重要 这个金额是成长与衰退 就可以看出来公司新的活水资金的状况 那另外有点类似新保单毛利的VNB Margin 也是观察除了金额上升外 是不是卖出去的是更赚钱的保单 那有了保险金之后 保险公司就会把这些钱拿来投到市场上 直接来看看国泰金的投资项目统计 可以看到最新公布的2021第三季的状况 最大的投资部分就是国外债券占了58.8% 第二大是不动产7.7% 再来是国内债券7.5% 国内股票6.8% 国外股票6.1% 很明显的国泰金很大的比例是放在债券上 再来是股市及不动产上 比例就没有像债券这么高 那再看到富邦金 一样是2021年第三季最新的资料 一样国外债券52.9%是最高的 再来是国内股票12.1% 国内债券11.2% 不动产7.1% 从国泰与富邦的投资资产就可以了解 股市再次的涨跌幅是直接大幅影响保险业的获利 从去年疫情爆发 无限QE就是开始 全球股市再次都疯狂的在大涨 这当然也就带动保险业是荷包满满 我相信这一年多很多投资股票 账券的投资人也都是这五年以来最赚钱的一个时期 那当股市再次在高档盘整或者是准备修正的时候 这时候保险业的获利也是被影响最大的 接下来升息的循环对股市再次都是属于负面的影响 这时候投资保险业就要特别注意了 那第二个金融股领域就是银行类股 这是最多大型金融股票的类型 银行本来就形成金融体系最关键的角色 所以很多官方的力量也都会主要从银行业来发动 我们常听到的官股金控就全都是属于这个领域的 官股的四金二银 兆丰金和库金华南金第一金 以及存银行的台信与张银 那也有民营的银行像是玉山金、台信金、台中银之类的银行股 这类的金融股在银行业的业务都超过八成以上 那也有保险与银行业务刚好各占一半的中信金 那银行赚钱的方式主要就是三种 利差、手续费、投资收益 利差就是银行最根本的本业 把大家存在银行的钱 转而放贷出去给需要的人 从中赚取利息差 那银行要怎么样才能赚更多的钱呢 当然就是放贷出去的总金要成长 然后放贷出去的利息差要成长 这样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所以在降息的环境中 为什么说对银行不利 就是因为利差的缩小 那利差就像是银行业的毛利率 利差越小的市场环境 银行就越不容易赚到钱 要想办法到处增加放贷的金额 那反过来说在市场环境是走向升息的环境的时候 对银行来说获利就会来得更大 所以缓慢逐渐升息的趋势 对银行来说是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 那另外两个方面 手续费还有银行自己的投资收益 这个部分就和市场环境关系比较大了 手续费通常大多也都是来自于财富管理的收入 市场环境好的话 大家通常就会更喜欢交易 手续费当然就会更高 那美金银行在这三大收入比例也都不一样 所以当你看好市场环境的哪个环节 所要投资的金融股觉得不同 过去有分享过许多金融股的负利组成 那最近也将在更新一轮最新今年度的状况 那投资银行很重要的也要注意它的资产品质 在观察银行的风险指标上 我们通常会看到三个数字 预放比来观察放贷的品质通常在0.3%以内 那带账覆盖率 这是表示银行提拨对应处与带账的金额 通常会在200%以上的水准 资本氏足率 表示银行自有的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率 金管会的规定是在10.5%以上 通常会在14%以上的平均水准 在大环境开始转为升息之下 我认为银行股是可以在这段时间开始加重存股的方向 相比过去一到两年 股债是大涨 保险业大赚 接下来的市场应该会比较像下半年一样的震荡 保险业的投资资金运用会比较不容易 那最后看到的是证券业 龙头就是市占第一名的元大金 台湾人最多的买的0050056就都是他的 那再来第二大就是开发金的凯基证券 富邦病了日盛之后也快速攀升到了第三名 这个资料可以在证交所的网站中查到 每个月最新的资讯 那对证券业来说 主要的就是看股票市场的热度来决定获利 因为靠的就是管理费手续费这类的收入来源 那市场交易越热络 对券商来说就能赚到中间更多的手续费 那以台股长期的日均量来看 基本上大趋势都是会逐渐的成长 市场流通的钱越定越多 增加量的金额也是越来越高 这是很正常的 像过去面线一晚20块 现在一晚要40-50块 股票市场也是会有一样通膨的现象 整体的交易金额会越定越高 胜券类股就是要反着市场的气氛来做 当市场气氛不好成交量低的时候 利空杀低股价的时候来买入 成交量刚的时候 通常就是财报会传输利好 那这个时候通常股价就会在相对的高点 可以以同一个时期的成交量相对值 来当做多空的指标 那金融股大概就是这样 分别影响获益的因素都不太一样 接下来我们也会在下期开始 陆续更深入的分享每次金融股的业务内容以及目标价 那这些分析纯属 个人对科普研究笔记分享 并不是任何投资建议 买钱还是要慎重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度 经过思考判断后再决定买卖策略哦 影片下方说明了还有很多的股票及TF的深入分析 有兴趣的可以再去看看 也许有您感兴趣的投资标的 那觉得今天这类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订阅留言加点赞 这些小小的这次动作都会让我更动力持续推出更多的内容 那有什么想知道股票的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来安排比较多的人想知道股票就先做分析 那今天就到这咯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